大家講一下怎麼畫 彩繪將香港人文的特色美好景象 繪製在燈籠上 兩天下來約有120人參加 學員在導師的指導下 展現了創作藝術的喜悅和社區的和諧 因為通常大家都是用水彩 有顏色的時候 其實太過細的頭髮會藍油一點 在五彩繽紛的燈海裡挑選燈籠 導師講解了 如何運用在不同的色彩搭配 使得主體更鮮明突出 學員繪畫色彩繽紛的桃花、龍、祥雲、 山水和香港特色建築物等圖案 學員享受繪畫帶來的樂趣 作品題材新穎、內容豐富 以繽紛色彩和祝福與彩繪 傳遞生活和諧美滿 香港更加美好的祝福 人間衛視香港採訪報導